不一样的一,作家吴亚男,会者流龙沙,由信仪基金出版社出版。 棕熊老师教小动物们写数字一,写得小小的一,歪歪扭扭的一,像骨头的一,写了根树枝当成的一,慢慢成长的一。 这些不一样的一,在棕熊老师眼里都是最棒的作品。 这本小小的图画书,以极单纯的文字和图画,借着一笔的线条、符号,让每一只动物用它们的方式去画、做和写,探索着不同可能性,精确地诉说着成人和小孩都想拥有的人生,能安心做自己。 同时,这小故事蕴含着接纳和欣赏这大智慧。 棕熊老师相信,孩子是独立自主的个体,所以他给每一个孩子最大的时间和空间,去享有解决困难的努力。 他不仅能欣赏每一次努力所取得的成就,也能开心地进入每一个成就里的幼儿想象。 而每一只动物都展现了自我观,不管是谁,它们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,也都能接纳和欣赏自己所完成的结果。 这本首奖作品不一样的一,带给这个世界的是友善的行动指南,带给儿童图画书这个兼具文学和艺术专业领域的,是阅读能产生的力量。